且慢 贤侄 你如今已经成年 若是不想让你负许失望 那就投身军旅 报效嫁果 太子就在这里 求贤若渴 你 愿不愿意 师伯 不要说了 小侄只想为先父讨回公道 报效侄好听 高官后路 小侄不稀罕 太行师兄 令尊雪染沙场埋谷青山 不是为了高官后路 不是为了赫赫战功 而是为了天下苍生 如今师兄已经成人 一身武艺 直追令尊当年 小弟恳请师兄能够留下来 祝小弟以彼之力 小弟不许给高官后路 只求你能够让令尊在天之灵 得以为怀 老卢 咱们两个可是还没有分出胜负呢 你要是跑了 那就是缩头乌龟 有本事留下来 来日咱们一定分个高价 昊 常义林 七将法对我没用 小子 你不要让老子瞧不起你 大好男儿 蒸发天下血染沙场 方才是我们最好的归宿 只要你答应 咱们两个联手 放眼天下 管他什么闯逆还是金贼 都是狗屁 难道你就不想斩尽青贼 为你爹报仇血恨吗 师兄 常义林虽然粗鲁 可是话说得极对 杀腹之仇不共戴天 难道你不想为都市大人报仇血恨 来吧 加入我们 大名亏欠令尊的 小弟答应 十倍百倍地还给你 卢太行 愿意为殿下效劳 还请殿下 好 好得很 这是出境以来 让我最高兴的一天了 从今日起 直至我诸子郎终老 绝不负亲 兄弟 这才是我常义林的好兄弟嘛 跟你说 咱们殿下本事大着呢 我老常能不能打得过你 不好说 可是我老常跟殿下比 那是输得惜佛够福 以后你就是知道了 你都不是殿下的对手 怎么可能啊 这样说吧 出境以来 每日殿下都带着我们三更灯火 五更机 拼了命的训练啊 马上你就见识到了 来人 传令 大军就地休整 今日就在这里速应 明日再行军 殿下 贤侄换上了一番打扮 简直就是活脱脱的卢都师啊 起码有八分像了 胡大人 他们父子真的很像 像 像极了 若是贤侄手中 有令尊赖以成名的那柄 武奉朝阳刀的话 简直就是一个人了 莫说是旁人 即便是老夫 都快要分辨不出来了 有意思 有意思 来人 拿着本宫的令牌前往卫辉府 着卫辉府连夜打造一柄五凤朝阳刀出来 太行师兄 你若是使用大刀 需要多少斤的分量 若是何用 须得百斤的分量才行 一百斤 我得个乖乖 兄弟 这么重的大刀 你捂得动吗你 这个你们就不知道了吧 当年 如都师南征北战 凭借的就是手中 一百三十六斤重的 五凤朝阳刀 总横天下 未逢对手 卢贤旨 只用一百斤的刀 跟卢都师相比 还算是轻了不少呢 好 就是一百斤的五凤朝阳刀 告诉卫辉指挥使阳再道 给本宫用上好的兵体 召集最好的工匠 三日之内 打造一口五凤朝阳刀出来 送入军中 唯物旨意 斩 奉天成运 皇帝诏曰 太子诸慈郎 奉旨巡查三边军务 护送粮草 望都师念国事之艰难 太子之热忱 用心国事 保护太子安危 早日剿灭床溺 克日灭贼 亲子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公公 是不是搞错了 太子出境亲临战场 这岂不是儿戏吗 放肆 孙传庭 你敢怀疑圣旨的真伪 你自己看看 这上面可是有皇上的国袭大印 疯了 疯了 朝中的众臣阁老都疯了吗 把太子殿下放到前提来 不知道兵凶战威马 稍有闪失 殿下出了意外 那可就是深河崩腿 大明的根基都要被动摇了 本都要立刻上奏 请皇上 收回成命 都失息怒 都失息怒啊 如今大战在即 您可不能因为太子劳军一世分神 不要忘了 您现在可是戴罪之身啊 皇上将您从天牢里放出来 已经是莫大的恩典了 现在正是要夹着尾巴做人的时候 若是这件事情触怒了皇上 或者得罪了朝中的阁老重臣 那可是更没有好日子过了 高杰 你来说说 太子殿下方才不过十六岁的年纪 到了战场上 除了给我们添乱惨 还能做什么 本都宁可太子老老实实实的 呆在皇宫里 甚至本都都不需要朝廷的粮草军响 只要不让太子前来就行 高杰 我们现在的部署 都到位了吗 都市大人放心 现在三重埋伏都已经部署到位 就等着闯逆上钩了 只要他们上钩 我们的大军 必定能够将闯逆大军一举全歼 你也去准备吧 胜败在此一举 就是明日无法战而圣旨 等到殿下来了 那我们只怕 就更加没有胜利的机会了 孙船廷接下圣旨的时候 周次郎率领的三千将士 一路停进到了宇州 将十万的粮草尽数存放在宇州城 随后 率领的三千步骑 向他夹县 急促听进 爆 孙都市如今正在率领大军 与闯逆激战 本来孙都市将闯逆引入埋伏圈 一举将逆贼击败 正要追击之时 恰逢逆贼罗鲁才率领精锐赶到 从侧翼向着孙都市主力发动进攻 孙都市遭遇夹击 大战不知 已经率领败军向北撤退了 只是 总兵孙知秀及麾下数千人 被困在闯逆阵中 传令三军 立即出击 驰援孙知秀 先将孙将军救下来再说 张之急 长一离 转离两千步骑 从东南方向杀戮 务必要撕开对手一个口子 接引孙将军出来 少人买到